下班堵车,我回来晚了,老公在小区门口接我,福月斌接过我的包,老婆,妈做了一桌你爱吃的菜,等你回家一起吃呢?我只淡淡一笑,没戳破,她这个谎言,从我第一次去她家便知道,婆婆是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她太懒了,做得最多的就是在沙发上等着公共开饭。 在家都不做饭的人,怎么可能跑到我们租的房子来给我这儿媳妇煮东西?回到家,婆婆对我十分热情。青丝,你回来了,上班辛苦了,菜都准备好了,全是你爱吃的,等一会儿就好,妈现在去炒。 老公要进去帮忙,被她赶出来了,说她炒的菜不好吃,可没一会儿,婆婆在里面打翻了一个盘子,还差点切到自己的手,老公手忙脚乱地去找窗壳贴。 不是没切到吗?我冷眼看着他们母子表演,最后无奈地进了厨房,我来吧,最后菜都是我炒的,等忙完已经八点多了。 要说婆婆为这顿饭付出了什么,顶多就是端菜盛饭吧,饭桌上,婆婆嘴里说着让我多吃,菜却夹到老公的碗里。 她的虚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也习惯了,脸上挂着个不达眼底的笑,我回应着,好,谢谢妈。 吃过饭,老公都起身了要收拾,婆婆却拦下她,儿子,你今天站一天累了,妈来洗碗,谢谢妈。 平时家务基本是老公在负责,她工作轻松下班早,而我工作繁忙压力大,我们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经济压力都在我身上。 但婆婆三天两头过来,只要她一来,家里的局势就乱了。 哎呦,婆婆忽然弯下腰捂着腿,哎呦,好痛。 我忙上前扶她,妈,怎么了? 婆婆赶紧挥挥手,青丝,妈没事,就是做九脚妈了,缓一下就好。 说着她还去收拾碗筷,但表情痛苦,一直在痛哼,身子摇摇晃晃的,仿佛下一秒就站不稳倒地。 老公说,妈,你都这样了,就别干活了,我来吧。 这怎么好呢? 你也上了一天班了,不能让你累,抽筋一会儿就不疼了,忍忍就好了,我先拿碗进去。 婆婆拿碗的手哆哆嗦嗦的,我赶紧接过来。 妈,我先把碗拿进去吧。 我刚把碗拿进去,老公在后面跟进来,一边说着话,一边往我腰上系东西老婆,我给你系个围裙,不然衣服容易弄脏。 我再一转头,她已经离开厨房,跑到我婆婆那边去了,就为了让我做点家务,至于吗? 我正准备开口,婆婆抢先一步。 儿子,你过来给妈捏捏,妈脚抽筋了,难受。 好的,妈,接下来就是我一边洗碗,一边听着母子二人在客厅欢笑的声音。 我憋了一肚子的气,这才是我们一家真实的情况,嘴上说得好听,可真正动手的却还是我。 福岳宾学历不高,在一个店里当销售,一个月才几千块,而我的收入是她的十倍。 为什么选择她?也是福岳宾运气好。 跟前任谈婚论嫁时遭到对方父母的反对,我被分手了。 在我情商期间,偶然认识了福岳宾,她对我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在确认关系的当天,她便带我回家见父母并表明态度要娶我,这份诚意打动了我。 婆婆当时一直说她儿子配不上我,还说家里做生意亏了,一穷二白,没钱办婚礼,亲自跟我赔礼道歉。 我当时真的被打动了,选择了接受福岳宾。 我一度以为自己找了个通情达理的婆家,后来才慢慢发现他们就是嘴上说得好听,时事没几件。 晚上,我洗漱完正在擦脸。 老公进来了,她已靠在门口看着我,目光落在护肤品上,小心翼翼地试探。 老婆,怎么了? 我心里猜了个大概,但要等她自己说出来。 你用的什么护肤品呢? 好像挺香的,我妈的用完了,想和你买一样的牌子。 如果没记错的话,婆婆上个月才用同样的画术让我送了她一套,这才多久,她就用完了。 我淡淡道,你用手机拍一张图给妈发过去,让她买就行了。 她明白我意思,面露难色,这样似乎不太好,要不我们买来送她。 行啊,每个月你除开家里的开销,还有余钱就买来送妈吧。 我冷冷地回答她,泰然地继续护肤。 扶月冰却犯了难,她的工资低,我这套护肤品要四五千块钱,要她自己出钱买,一套都买不起,更别说除开家里的花销了。 结婚一年,我的钱都在自己卡里,她想花也没机会。 不过她没说什么,转身出去了,很快我就听到隔壁满是怨气的声音,听不清讲的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婆婆已经走了。 老公在沙发上坐着,她沉着脸,显然不高兴。 我全当没看见,放好东西进卧室玩手机。 郑青丝,你出来,我要和你谈一谈。 我继续刷手机,她一叫我就出去,凭什么? 没几分钟,扶月冰进来,看到我还在玩手机,直接给我抢过去。 我恼了,扶月冰? 郑青丝,因为一套护肤品,你至于吗? 我妈是哭着走的,她说生儿子没用,连想让儿子买套护肤品,都要看媳妇脸色。 我阻止你买了吗? 我伸手去抢手机,但抢不到。 你没阻止我买,但你明知道我收入低,还故意让我买。 你什么意思,存心让我难堪。 你给你的父母买东西就行,我买就不行。 我的父母没有像你妈那样,没完没了用我的钱。 扶月冰表情难看,你嫌我赚得少是不是,从和我在一起,第一天你就知道我收入,现在开始嫌弃了。 我冷笑,我嫌弃你就不会和你结婚,这个月给你妈补贴了多少钱了你没数吗? 跟你一个人结婚,我就要养你全家。 扶月冰还有个在谈恋爱的妹妹。 所谓的给婆婆买护肤品,其实也是给她妹妹置办的。 妹妹还没工作,妹夫也是低收入一足, 但妹妹的朋友圈可比我这个辛辛苦苦上班的精彩多了。 穿戴全是大牌,整天花天酒地,他们吃住都在娘家,钱从哪儿来,自然不用多说。 扶月冰,从和你在一起,开始我们就在外面租房。 你爸妈成天哭穷说没钱,却成千上万地拿给你妹妹花。 我也说了,你要买也可以,你的工资除去家里的开销, 剩下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要用我的钱,不可能。 你是当嫂子的,那是我亲妹妹,只是一套护肤品,至于吗? 扶月冰埋怨我,表情不悦,再说我们是夫妻,属于共同财产,不分你我。 我被她的嘴脸气得冷笑,我不说这几年你妈怎么对我的, 还是那句话,你有本事自己买。 但你要让我供养你,还有你全家,我不会同意的。 不买就不买,你别后悔。 扶月冰摔门出去了,当天晚上没回来,我没管她,照常休息,然后上我的班。 之前我忍让比较多,闹矛盾的时候少,这次想好好亮亮她。 四日我下班回来,她已经在家了。 刚开了锁还没进门,婆婆和她的对话已经源源不绝,传到我耳朵里。 月冰,郑青丝太聪明了,你和周欢再不断,她早晚会发现。 到时候,她肯定跟你离婚。 要离婚,也要我同意才行。 再说了吗,郑青丝还有利用价值,我会好好哄她的,怎么可能让她发现? 发现什么?我止住脚步,扶月冰肯定有事瞒着我。 月冰,妈这不是担心吗? 你跟周欢在一起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 你再想想,跟郑青丝结婚后的生活质量,要不你赶紧跟周欢断了,好好和郑青丝过日子吧。 周欢,她是我老公的前任,结婚前听她说是因为三观不合分手的。 婆婆这话什么意思,她们并没分手。 妈,扶月冰自信道,我已经给你找到郑青丝这个会挣钱的儿媳妇了,周欢又不会影响什么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爱郑青丝,何必为了钱,何必自己? 再说,她已经嫁给我了,还能有什么变故? 我气得身子止不住地颤抖,手紧紧抓住门框,才稳住心神。 好一会儿才平复了情绪,装作没事人一样进门。 这一夜我失眠了,或许当初我就是因为太年轻气盛,没看透她的真心,一时冲动才造成了这个结果。 原以为能托付终身的人,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 扶月冰用着我的钱,不但要养她家的人,其中还有一部分花在了周欢身上,我心中激起的怒气似火球一样,越烧越旺。 我要把他们在我身上吸的血,全部还回来。 我不当软柿子,不能任由她家拿捏,趁着他们都不在时,我在家里装了针孔探头。 中午和同事一起吃饭,结果菜刚端上来,我胃里就一阵不适,来不及致歉,狼狈地直奔洗手间干呕。 吐完后出来,依旧不舒服。 同事见我脸色不好,赶紧给我倒水。 青丝,你不会怀孕了吧? 没有,可能肠胃炎饭了。 这样啊,那你别吃辣了,吃点清淡的。 嗯,知道了。 我面上和朋友开玩笑打去,内心却在打鼓,我并没有肠胃炎。 下午,我请假去了医院。 拿着臂抄单,我五雷轰顶,站在人群中半天走不动道。 我怀孕了。 医生,这孩子能要吗? 我上周连着吃了好多天的药。 这个我不敢跟你保证,还是要后期做检查。 至于前期优胜略胎,质量可以就能留下,否则自己就淘汰了。 拿着结果,我的心一阵疼,我们还没准备要小孩,他来得不是时候。 更别说福岳斌的心还在别的女人身上。 我主动给福岳斌发了消息,表示和他聊一聊,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他回家就看到放在桌上的臂抄单,我一直观察着他,他脸上的表情精彩分成,唯独没有高兴。 老婆,你怀孕了? 他握着检查单,神情微妙。 我洋装看不懂他的表情,疑惑地问,怎么了? 我怀孕你不高兴。 不是的老婆,我只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老公,那我们要还是不要? 我牵着他的手,一脸期盼的模样。 老婆,你想要吗? 话刚说出来,福岳斌觉得不对劲,估计怕我生气。 接着改口,我是想着我们结婚不久,想多点时间过二人世界。 孩子太突然了,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老婆还是你来决定吧。 我举双手赞成。 呵,虚伪。 恶心,只图我钱,却不想和我生下孩子。 恶心。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我打开软件观看家里的监控。 婆婆果然来了,跟福岳斌商量孩子的事情。 福岳斌说不想要这个孩子,他说对我没感情,孩子生下来他也不会喜欢。 婆婆则一直在劝他。 等孩子生了,就把他绑住了,为了孩子他也会更努力挣钱。 就算你跟周欢的事被发现,他也舍不得再走了。 妈,你说的有道理。 福岳斌深思了一会儿道,他要生下这孩子也好,到时候就算知道我出轨,为了孩子也不敢轻易离婚。 我还能用孩子当借口,哄着他买房,再换车,一步步来。 福岳斌跟他妈说着未来的计划,母子俩满脸笑容。 我的脸则涨成紫红色,气得几乎要爆炸,又气又急地紧握手机,恨不得将他生生捏碎。 随后,福岳斌就给我发了好多条孕妇注意事项,中午还特意给我点了营养餐,若不是我看了监控,一定被他感动得不行。 下班回家,我冷冷地拒绝了他的嗜好,并告诉他这段时间比较忙,应该会经常加班。 晚上,福岳斌找我亲热,我也全都拒绝,直接把他推出卧室。 第一天他还着急地找我,从第二天开始就冷淡,我回家他连饭也没做。 看着清冷的家,忍不住嘲讽一笑,这才多久就伪装不下去了。 这天上班,我接到个陌生人的信息,里面是两个人的床照,女人是谁不重要,男的则是我的老公福岳斌。 紧接着,电话打进来,照片看到了吧,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女人声音,但我猜到是周欢。 嗯,你想表达什么?我冷静地反问。 我是他前女友,这两天他都在我床上,实话告诉你,这几年我们关系一直就没断过,识趣点就主动离婚退位,否则别怪我天天发照片刺激你,随你。 今天是照片,明天就是视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别刺激到肚子里的小宝宝,电话那头传来他得意的笑声。 我盯着以黑屏的电话,还是没控制住强压的愤怒,怒吼出来,不要脸。 我虽然知道福岳斌已经背叛了我,但没想到他这么嚣张,而且前女友还亲自打电话给我。 小腹传来一阵阵脚痛,我满头的汗珠子,紧紧地捂着腹部。 同事看出我的一样,忙过来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休养了半天,我才给福岳斌打电话。 想了很久,他没有接。 这个点,他应该在上班,不会听不到电话。 再打,还是没人接。 过了几分钟,我手机又收到一张两人紧紧相拥的照片,上面的文字,我们正在一起,他开的静音,打抱也没用, 要不要我录给你听。 福岳斌,是你先对不起我的,别怪我。 他给我回消息的时候,已经下班。 老婆,我今天一直好忙,手机没在身上,你要下班了吗? 我来接你。 他的声音和以往一样,低沉温柔。 用着最温柔的声音,说着最大的谎,工作果然是好借口。 我若无其事地回答,我在医院。 你在哪个医院,我马上来接你。 那头的声音很急。 平安医院,已经没事了,下午身体不舒服,医生说我身子虚,给我开些中药调身体,但我不知道怎么接药。 妈比较有经验,你帮我问问呢? 这件事我妈懂,让她来照顾你,我马上来接你。 很快,福岳斌来接我。 他想牵我的手,我不着痕迹地躲开,借故扶着腰自己走。 他没怀疑,只当我是怀孕心情不好。 而我则是嫌他恶心。 回到家,福岳斌说他妹妹也怀孕了,先照流产没怀吻,婆婆本来要过来照顾我的,但妹妹哭闹非要他照顾,婆婆只能回去了。 福岳斌跟我保证,他会亲自将我照顾得白白胖胖的。 这年头谁还不是个演员,他在演,我在看。 谢谢老公。 我忍着恶心,主动抱着他撒娇,那接下来我和宝宝就靠你养了。 必须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再给我生个白胖小子。 福岳斌显然吃这套,脸上笑容瞬间绽开。 这些天,我对福岳斌说话都温柔了几度,他被哄得团团转, 不自觉冷落了周欢那边。 白天,我上班去,婆婆又来了。 儿子,你一定要好好照顾青丝,对他好点,把他哄高兴了,比什么都强。 我一直在哄,这些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伺候他,他高兴着呢。 福岳斌洋洋得意地炫耀,下一步就是让他出首付买房子。 婆婆也满意,对啊,把他哄高兴了,咱们都好过,青丝虽然脾气大,但能挣钱啊。 再看看周欢,没本事没背景,你跟他好能图什么? 妈,我就是把周欢当消遣的,你以为我真喜欢他呀。 婆婆点头,也是,青丝怀孕了,你要找女人还得花钱,有周欢在,也能省点钱。 对了,你妹那个不中用的赔钱货,昨天又在我这儿拿走一万,你晚上轰轰轻丝就说我病了,让他拿两万出来看病。 福岳斌有些不高兴了,妈,妹妹那边你也适可而止一点,我在青丝镇拿的钱,你不能老贴补她。 放心,爸妈的养老钱都给你存着,谁也动不了。 所以,你妹没钱了,不都从青丝身上拿吗? 你只管把她哄高兴了,她的钱以后都是你的吗? 晚上,她果然来找我要钱,我特别懂事地给了,还多给了一万。 我这个举动让福岳斌开心不已,一个劲地夸我懂事,最爱我。 我皮笑肉不笑,陪着她演恩爱的戏码,趁机问她和前女友的事。 我提前查过,两人分手是因为周欢没学历没背景,是个服务员,婆婆瞧不上。 周欢啊,你提她干嘛? 我想问问吗?我和周欢,你觉得谁更好?我冲她撒娇。 福岳斌不假思索道,老婆,当然是你了。 周欢算个什么东西,长得不如你,能力不如你,你不知道她求我复合的时候,卑微地像调狗一样,为了讨好我,福岳斌把周欢贬得一文不值,却不知道她说的话全被我录了下来。 我请了半个月的假,我要利用这半个月,彻底地解决和她之间的恩恩怨怨。 早上,我假装去工作,出门后直奔酒店休息,到下班时间再回家。 福岳斌白天不用管我,倒没影响她百忙之中抽时间找前任周欢。 这天,周欢又给我发了他们的亲热照,我依旧是以毒不回,只是今天,我该摊牌了。 餐桌上,福岳斌在喂我盛汤。 老婆,今天的鲍鱼乌鸡汤很鲜,我学着菜谱做的大不汤,你尝尝味道如何。 我端起来浅浅地尝了一口,汤是鲜,可人就脏了。 放下碗,我的面容冷下来,严肃地盯着它,我今天收到一条信息。 福岳斌疑惑,什么信息? 我将删减过的信息打开,页面停留在周欢给我发的挑衅威胁内容上。 福岳斌看完内容,脸色惨白。 福岳斌,你除了上班,就是回家照顾我,居然还有经历和前任旧情复燃。 我更没想过,一边说着爱我,一边和你前任上床。 我将汤碗众摔在桌上,大声吼道,我要打掉孩子,和你离婚。 福岳斌不假思索,普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错了,是我混蛋,我对不起你。 他抱着我的腿,声泪俱下,这段时间你身子虚,我不敢碰你,他又在这时勾引我。 我一时没控制住,老婆,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和他只是玩玩的,我爱的只有你。 我气愤地质问他,这种事,你不愿意他会勾引成功吗? 你要真的爱我,怎么会在我怀孕的时候出轨? 老婆,真的是他勾引我的,我喝醉了什么也不知道,我爱的只有你,我拿他纸当发泄工具。 求求你不要和我离婚,不要打掉我们的宝宝。 我保证和他断了关系。 这一幕好戏,当然又被我录了下来。 服月斌不敢再和周欢联系,周欢那边显然慌了。 没几天,微信多了个好友申请,我知道是他。 当周欢找上我的时候,我约了他见面。 他当着我的面甩下一张报告。 我怀孕了。 简单的四个字,还有他得意的笑容。 说实话,周欢小有姿色,打扮也时尚,算漂亮的那一种,但属于胸大无脑型。 我将报告推给他,轻蔑地说,底牌抛太快,并不是件好事。 他脸色瞬间变沉,你什么意思? 不如你先看完这个再说。 我将提前准备好的录音笔按了播放,里面是婆婆和服月斌聊的话题。 婆婆对他的厌恶鄙视,还有服月斌只把他当玩物的话。 当然,他听到的是我适当删减的版本。 听后,他表情煞白,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我不明白你要做什么,我听不懂。 我扬起一个轻轻的微笑,缓缓道,你没听懂没关系,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我能力强收入高,还被他们母子俩这样对待。 以你的收入,服月斌会让你生下这孩子。 服月斌要的是能养他们全家的妻子,你可以吗? 我把币抄单推到他面前,不用拿这个刺激或威胁我。 你有本事直接让服月斌娶你啊。 现在的情况是,我赚得多,他不肯跟我离婚。 你有钱了不起啊。 周欢拿起报告网桌上一摔,一辈子那么长,我总有抄你的一天。 我勾勒出自信的笑,我在前面等你。 周欢拿着报告气呼呼地要走。 等等,我不急不慢地叫住他,其实你应该明白, 我并不是阻止你和服月斌在一起的阻碍, 就算我立马和他离婚,你生下孩子,也不可能嫁给他。 他要找的是有钱的妻子,怎么会离婚娶你这个服务员呢? 周欢身子一震,证明他听进去了。 我继续道,他找你不是旧情难吗? 而是因为找机要花钱,你是免费的,在他们母子看来,你甚至不如鸡。 你,周欢转身扬起手要打我,我接住他的手,淡淡一笑,有气不用对着我撒,我也是受害者。 将他的手放下,我看着他道,我们合作吧。 合作?他一脸防备,我凭什么相信你? 录音你听到了,接下来服月斌肯定会哄你打掉孩子,因为他怕激怒我,更怕你因为孩子缠他一辈子,不信的话,你就试试。 不给他细想的机会,我说,你有我电话的,我给你一晚时间考虑要不要合作对付渣男。 当天周欢就去找服月斌,听说他怀孕了,果然服月斌第一反应就是让他打掉孩子。 他把自己处境讲得楚楚可怜,为了安抚周欢,还给了他两万块。 宝贝,我工资很低,你是知道的,这是好不容易存下来的,你先用来补身体,不够我再管我妈要。 他和家里的母老虎相处不好,你再忍忍,我们以后再要孩子也不晚。 你真的不爱家里那位母老虎?不爱,是我妈非让我娶的,就因为她收入高,成天盛气凌人的。 我还是喜欢宝贝你这种小鸟依人型的,你等着我一定娶你,但现在,真不能要孩子,乖。 我的话都应验了,晚上,周欢把一切都讲给我听,答应合作。 我们再次约见面,商量怎么对付渣男。 我的目的是离婚,并让渣男付出代价。 我看着他,面色平静,你如果还想嫁给他,我成功后你可以试一试, 但你要做好当单亲妈妈的准备,服月斌的妈绝不会让你进门,原因你知道。 哼,周欢嘲讽一笑,我根本没怀孕,常见得尚未手段罢了。 我微惊,而后了然,点点头。 周欢也不是吃素的,他找服月斌,不过也是出于利益,根本没有爱。 离开的时候,我将一份流产报告放在桌面上。 我到手里的钱,才是最真实的,这个可以帮助你,先存上一笔。 三天后,服月斌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面对我十连敷衍也做不到了,成天愁眉苦脸的。 我看了监控,听他和婆婆的对话才知道,周欢拿着他流产的事,要挟服月斌给一百万。 不得不说,周欢未免狮子大开口了,婆婆家虽然有存款,但不至于上百万,更何况婆婆那么厌恶周欢,怎么可能给这么多? 果然还是有头无脑,我让他改成十三万,其中三万算当初我给他报告的报酬。 这三万是我给服月斌的,我要拿回来。 周欢听我的安排,把当初他给我发过的信息,都给婆婆发了一份。 婆婆看到那一堆堆聊天记录和图片,气不打一处来,可他没有办法。 周欢按我说的,只给他一天考虑时间,超过时间就到单位找我。 婆婆当天就取了钱,然后在家里骂服月斌。 妈早就跟你说了,周欢那件人就是为了钱,你以为他真爱你,现在好了吧? 狮子大开口,一下没了十三万,你怎么跟你妹妹一样蠢? 妈,事到如今说这个有什么用,快把钱给他一刀两断。 行了,你吼什么,不就十三万块? 我哄着青丝买房买车,给你们节约多少钱,至于吗? 扶月斌不耐烦地感人,你快回去吧,别再说了,这时候我够烦的。 现在知道烦了,都说了周欢还不如一只鸡,十三万能找多少了。 婆婆气到表情都扭曲了。 钱,真的能将人最丑陋的一面逼出来。 婆婆给周欢赚了账,还顺带骂了他一通,通篇乌言汇语难听至极。 周欢脑袋还是不够用,遇到比自己还横的人毫无办法。 跑来找我哭,一边哭一边骂扶月斌,还扬言一定要报复不让他们母子俩好过。 我无奈地摇摇头,但并不同情他,毕竟他是我和扶月斌婚姻中的第三者,并不无辜。 我和扶月斌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周欢也跟他闹崩了,扶月斌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不妙,开始伪装了起来。 他彻底断了跟周欢的联系,每天准时回家,扮演起了好丈夫。 做饭洗衣,嘘寒问暖,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便好了。 即使现在我借口分居,难免也会有肌肤碰触,他每次抚摸我肚子的时候,我都觉得恶心至极,他一走,我就立马洗澡。 我不能坐以待毙,任由他一直在家,给我演好男人,更不能忍受他碰过那些脏东西的手来碰我。 之前婆婆谎称小姑子怀孕了,需要照顾,正好给了我机会,私存一番后,我主动提了礼品,去了婆婆家看小姑子。 我买了之前小姑子想要的护肤品,顺便又给婆婆买了一份,加上礼品怎么也上万了。 她们母女开心极了,我皮笑肉不笑地陪着吃了午饭,然后又拿了三千块给小姑子。 妹妹,公司这段时间很忙,等我忙完肚子也带了,不方便去采购宝宝用品。 你哥也不会买,你周末带着你哥去逛逛,顺便自己也添置点东西,算是哥哥嫂子送小侄子的礼物。 嫂子,这怎么好意思呢?小姑子嘴里说着不好意思,手却已经把钱放进了包里。 能逛街,还有人买单,小姑子当然迫不及待,当天就让浮月斌请假陪她去逛街了,哪等得到周末。 小姑子也没让我失望,逛街的时候挽着浮月斌,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情侣呢? 我悄悄跟在他们后面,拍了各个角度的背影照,看起来煞是恩爱。 然后再次周欢见面,把照片给她看。 周欢看着浮月斌跟小姑子的合照,以为是她的新欢,气得咬牙切齿。 她说,我跟了浮月斌这么多年,她十万块就把我打发了,我不甘心。 我看着她,心中只觉得可笑,十万块来得太轻松,她只是想用同样的方式再多要些钱罢了。 我看破她的贪得无厌,但不说破。 我搅拌着眼前的咖啡,淡淡地说,我和你一个怀着孕,一个刚流产,都碰不得,她就只能去外面找女人。 以她的消费水平,找的女人也都不甘不敬,到时候再碰我们,我怕染病。 为了引起共鸣,我的眼神里流出恨意,咬牙切齿撞到,真希望她遇到一个有病的。 我是找不到关系,否则亲自都要送她一个。 我查过,前几年周欢跟扶岳斌分手后,在夜场赚过快钱,圈子就那么大,只要她想,自然有办法。 她听了我的话,眼神闪了闪,抿着唇眉说话。 我不再绕弯子,既然我们是合作关系,我就开门见山了,给我找个人。 同时,我递上一张卡,这是你的报酬。 她在这笔钱和扶岳斌之间挣扎了片刻,接过了我的卡,没问题。 扶岳斌有点大男子主义,喜欢被女人捧着哄着的感觉。 之前周欢就是这样哄她的,所以她对周欢念念不忘,现在周欢翻了脸,她自然就断了联系。 周欢在一周后给了我回复,她找到人了。 我又给了她一笔资金,并告诉她具体操作方法。 她按我说的,主动找扶岳斌求和道歉,约她见面。 扶岳斌也没让我失望,听了周欢的哭诉后,没有犹豫就答应晚上见面。 酒吧里,我就坐在旁边。 左侧的卡座里,周欢声泪俱吓地哭诉着,扶岳斌显然一动了,渣男渣女一碗共饮,她被灌醉。 我亲眼看着周欢把她送进酒店,没过多久,周欢给我传来几张她和一个女人的亲热照片。 那个女人,肉眼可见的皮肤起水泡,唇角有溃疡。 而在家里,扶岳斌又变成了那个温柔体贴的老公。 吃过晚饭,她殷勤地坐到我身边,拿起我的脚揉捏。 老婆,你上班辛苦了,要泡脚吗? 泡的时候我再给你揉揉。 不用,我不动声色收回脚,拿了个橘子包起来,嘴里还念叨着,现在的男男女女真的不爱惜自己。 我昨天还刷到一个本地新闻,一个男的乱搞染了病,结果把家里人都传染了。 她表情没变,随口道,是吗? 我笑着瞥了她一眼,可不是吗? 听说得了那种脏病,下面会发痒,起泡疹,一辈子都好不了了。 扶岳斌愣了一下,脸色肉眼可见地慌乱起来,怕我发现,面上还强撑着笑,假意附和,老婆少看点这些新闻,对宝宝不好。 我抿着嘴,意味深长地看伏宾月一眼,她的嘴角,一颗溃烂的红痘痘,格外显眼。 第二天,她直奔医院检查,检查报告要一段时间才拿得到,足够我安排好一切。 六周以后,取结果那天,我将她堵在了医院门口。 她看到我,神色慌乱,老婆,签了吧,我地上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她看完内容,瞳孔一阵,补偿你五十万。 你背着我做了什么心理清楚,如果你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可以在法庭上呈上所有证据。 婚内出轨,还感染了性病,你脏不脏? 浮月斌整个人都傻了,眼珠飞转,也没说出什么话来。 我拿起面前厚厚一答文件,这里全是我搜集的证据,你现在签字, 明天六点前,我要看到补偿款,否则你做的丑事会出现在所有熟人的手机里,包括你爸单位的领导。 公共是公务员,还是个小领导,再有两年就退休,他们家可丢不起这样的人。 普通一声,浮月斌跪在我面前,伸手要抓我,被我无情地推开,脏。 老婆,是我对不起你,就算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也不能这么对我呀。 你也不想孩子生下来就受异样眼光,对不对? 我拿出一份人流单,用力甩到他脸上。 浮月斌震惊不已,你,我嗤之以鼻,从你和你妈计划着用孩子捆住我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做了人流。 你不配让我给你生孩子。 文件丢在地上,我不屑地移开视线,这是备份,明天前我要收到协议盒钱。 那个家,我自然不会回了,当下就叫了搬家公司把我的东西全搬走。 婆婆疯狂地给我打电话,我一个没接,只回了个一条短信,标明了最后期限。 郑青丝你做梦? 没有五十万,阅滨发生这样的事,你也有责任,别想离婚躲得清静。 我看着文字,冷冷地笑了,不怕闹得家破人亡,你们就试试。 婆婆那边顿时掩齐息鼓了。 大晚凌晨,我收到了钱。 第二天,我和福岳斌去提交离婚申请。 一个月后,我和福岳斌正式离婚。 领完证从民政局出来,没想到的是,周欢又出现了。 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挽住了福岳斌的手。 我愣了一下,玄机明白过来。 在我算计的同时,周欢也在算计着。 我要脱离这个肮脏的婚姻,却不知对于他而言,能嫁给福岳斌成为本地人才是最重要的,哪怕自己也满身骚。 一个身染脏病的男人,家里住着贪婪计较的婆婆和小姑子。 我执披霜,周欢执蜜糖。 他开心就好。 而我,从此回归自由,寻找真正属于我的幸福。 全文完,男友和别的女人直播接吻,还让我别多想。 我决定报复,我是一个网红,直播的时候被网友刷屏提示去清风萨萨直播间看一下。 我去了,然后就看到我的男朋友刘诺正和清风萨萨一起直播。 刘诺像个小奶狗一样,笑得腼腆又甜。 清风萨萨则一如既往的一副短发英气妆。 也得众多网友喊磕道了磕道了。 又萨又应语总裁跟腼腆小奶狗弟弟,这对CP我爱了。 两个人刚刚输了PK,惩罚是互相对视十分钟。 两个人四目相对,直到清风萨萨呼的滴滴输出了一句草, 然后一把按住刘诺的后脑,吻了上去。 吻结束的飞快,刘诺红了脸颊,不好意思地撇开目光。 清风萨萨勾唇一笑,我看上你了,做我的男人吧。 全网似乎此刻都忘了刘诺是我的男朋友, 弹幕中滚动的都是,答应他。 答应他,我清风姐好萨? 啊啊啊啊啊,霸道女总裁,我爱了爱了。 我心中抽疼得紧,我直播间里的粉丝们一直在刷, 渣男贱女,姐姐快立起来去撕他们。 现在给渣男打电话,骂死他,然后分手。 姐姐我们挺你,手撕渣男贱女。 我一时心中很乱,看着弹幕上滚动的这些评论, 心中微微有了些暖意,对着镜头微微一笑。 谢谢你们,今天就先不播了,我先下了。 我关了电脑,报夕哭了出声,哭完之后,我就想通了,白白就白白,下一个更乖。 当天晚上,刘诺给我打了无数通电话,我报夕若有所思地看着屏幕刘诺的名字,始终没有接。 像刘诺这样的人,你越包容,他越得寸进尺,我深深吸了口气,将手机设置静音,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被重重地敲门声吵醒。 一开门,就看到刘诺焦急的样子,他连忙伸手,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开口解释。 那天只是直播效果,弯弯你别多想。 我闭了闭眼,没有说话,直播效果原来可以真到接吻。 刘诺带来的礼物很贵重,一款18W的包,一根22W的金项链。 我却对于他得举动心知肚明,他向来只有心虚愧疚的时候,才会给我送一些昂贵的礼物,来哄我开心。 我静静看着他那张干净的面容,落了几滴泪,演技飙升,刘诺连忙抱住我,心疼地拍着我的背。 我以后再也不去别人直播间了,真的,我发誓,我也缓缓抱住了他,委屈求全。 那你这两天多陪陪我。 好,我这两天哪儿都不去,就陪着你。 嗯,我埋在他井窝,闻着他身上陌生但浓重的中性香,心中渐渐冷了下去。 刘诺带我去旅游,期间我每天都在拍摄我们二人的恩爱旅途,发到平台上,评论区里清一水都是骂我的人。 你是不是个傻逼,他都出轨了你还跟他秀恩爱? 你个恋爱脑,除了恋爱是不是什么都不会? 怪不得刘诺喜欢清风萨萨,人家又一又萨,事业新女生,看看你,跟个舔狗一样的傻逼玩意。 求求你活得像个二十一世纪新女性吧,手撕她们不好吗? 傻逼,取关了取关了,这种傻逼只会给传达错误三观。 你爸妈知道自己生了个舔狗恋爱恼女儿吗? 我看着评论区清一水的这些评论,一时觉着好笑不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不萨就变成了舔狗傻逼,女孩子就必须又一又萨,上司得过亲戚朋友,下司得过渣男小三,对天对地对空气。 就连看个女瓶玄幻小说,女主都要全世界最厉害,不会炼丹,就是个废物女主。 网友们窜多我那天下场去撕,不过是想吃瓜,看戏而已。 我像个疯子一样去撕她们,刘诺不仅不会有愧疚心,还会觉着我无理取闹,我有我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 但我还是被这些评论弄破防了,默默地流着泪。 对,刘诺发现我在哭,连忙将我抱进怀里,弯弯你怎么了? 我将手机递给她,无助看着她,顺势哭得更厉害了。 李诺,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劲?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帮着清风萨萨骂我? 我做错了什么,就因为喜欢你吗? 我哭得泪如雨下,扑进她怀中,颤着身子。 李诺心疼地抱着我,弯弯最好了,你没有做错,弯弯在我心里是最好的,没有人比得上你。 李诺哄了我一夜,将我哄睡着后,才轻轻下床离开房间。 我睁开眼,光着脚走到门后,将耳朵贴在门上。 果不其然,李诺给清风萨萨打电话了,她的语气不好,带着质问。 于青,你是不是带节奏让那些人网抱弯弯了? 弯弯她和你不一样,她受不了这些。 于青,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别联系了,弯弯离不开我。 听到这里,我回到床上重新躺下闭上了眼。 男人嘛,都是心软的生物,只要你哭一哭,表达一下对她的爱意,她自然就会被激起保护欲。 哦不对,男女都一样,要不然清风萨萨,怎么会喜欢上轻瘦干净的刘诺呢? 刘诺为了哄我开心,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准备惊喜,我一件一件记录下来,剪辑发到网上。 很快,刘诺在海边跪下求婚的视频就冲上了热搜,在夕阳的橘黄色下,与蓝色海面碰撞,她身着白衬衫,单膝跪在沙子上,举着一枚钻戒。 我眼中惊讶且欣喜,微笑着伸手让她给我戴上钻戒。 为了这场戏,忍着恶心装申情,我还花了一万块钱去冲绑。 清风萨萨要是看不见,就可惜了。 刘诺出于对我的一时心疼怜悯,冲动求了婚,但她冷静下来后很快就后悔了。 KTV聚会,我上完厕所,回来在门外听到刘诺的朋友,问她。 你这回要跟于清断就断干净点,好好对凉弯。 于清那女的是真心狠,刚跟你断了,现在就跟她另一个追求者拍爱情视频。 刘诺沉默了一阵,才又开口。 你说于清怎么就五不热呢? 我对她那么好,她竟然能反头,就换一个,一点都不念着我。 可她越这样,我就越是惦记她,可我又对不起凉弯。 兄弟,你说我是不是很渣? 我感觉到了身后有人,不用猜就知道是刘诺的发小男语。 因为她身上的烟味重到隔一米都闻得见。 本来不想打草惊蛇的,但是既然被发现了,那就只能继续演下去了。 我转身低着头重重撞进了男语的怀中,她下意识揽住我腰,怕我站不稳。 我没有说话,低头离开。 再次回了包间,刘诺已经不在了,我刚才在拐角处听见她嘴里喊着清风,走得很急。 我在男语旁边坐下,侧头贴近她耳边问刘诺去哪儿了,男语没回答。 我故意不小心碰了她的手,她看着我微微一顿,倒了杯热水给我暖手。 刘诺的好兄弟们自然要给刘诺打掩护,我就乖乖配合,最后装罪倒在了男语的肩膀上。 半傻儿,我听到人们陆陆续续离开的声音,就在男语想伸手推行我时,我睁开眼。 我知道刘诺去找于清了,我知道你们都在帮她瞒着我。 我要是不醉,他们也没办法走,还得想办法稳住我。 我失落地站起身,却晃了下没站稳,男语伸手抵住我背,让我站稳,我顺势口齿含糊地说, 谢谢,你也赶紧走吧,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今天麻烦你了,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真的不如清风萨萨,所以你们才都帮着刘诺骗我,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 男语扶着我出了KTV,一阵风吹过,我打了个冷战,一件外套踢到了我的身上。 我落寞地望着路灯,刘诺跟于清在家里,我应该去哪儿,男语盯着我沉默了一阵,把我带到了酒店。 将我送到房间后,主动要了我的电话号。 跟他分手吧,他跟于清断不了,我看着他拨过来的电话,微微挑眉。 如果我没会错意的话,下一个乖乖,不就主动送上门来了吗? 第二天一早,刘诺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 我报了酒店房号,一个小时后,刘诺带着早点来找我。 我打开窗户,穿上了男语的外套,开门迎接刘诺。 刘诺脸上的笑在看见我身上穿着一件男式外套时,僵住了。 我说,刘诺,如果你喜欢清风萨萨的话,那我们就分手吧,你就别耽误我了。 刘诺爱吃醋,我一直以为这是爱我的表现,其实不过是他的占有欲罢了。 他不停解释,可我不想再理他。 退房,回家,他始终跟在我身后,我都跟你求婚了,我是真的爱你,你如果不相信,我们现在就去结婚。 他那双眼睛清澈干净的,不像是会骗人的样子。 刘诺,我觉着我们应该互相冷静冷静,今晚我就先住客房,我们都冷静冷静。 我走进卫生间,接了一盆水,将男语的衣服泡进去手洗。 回头,刘诺却不高兴地盯着我,昨天是男语送你去的酒店。 我点点头,嗯,昨天喝醉了,幸好他照顾我。 我刚才给他打了电话,下午他来取外套。 刘诺听完,脸色特别不好,他转身就走,卧室门被重重关上。 外套很薄,很快就烘干了。 我给男语发了短信,然后敲开了卧室门。 他一会儿来了,你帮我把外套还给他,再帮我好好谢谢他昨天晚上的照顾。 刘诺气急败坏,找了把剪刀将外套剪烂。 男语是我的发小,就算我们分了手,你也不许跟他在一起。 我兜里的手机在震动,我看了眼刘诺,捡起外套,开门离开。 我按了电梯,电梯门打开,男语看着我,我连忙将衣服藏在身后。 男语,我重新买一件外套陪你吧。 男语看着我身后没藏住的他的外套,伸手就从我手中揪走。 刘诺剪的,我摇摇头,不愿多说的样子。 男语顿了顿,那小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微微一笑,他是误会了,不好意思,又让你看笑话了。 算了,衣服不用还了,我先走了。 男语说着要走,却被我一把拉住。 我愧疚说,楼下就有成衣店,衣服要赔的,我和刘诺已经提了分手,赔完你这件外套,我就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没什么关系了。 我拉着男语进了成衣店,仔细挑选衣服在他身上比来比去,然而我的样子,成功激怒了赶来的刘诺。 你们在干什么? 刘诺你先松手,梁湾只是陪我一件外套而已。 我委屈含泪,顺势再提分手。 刘诺,我跟了你三年,你就是这样想我的是不是? 你昨天把于清领到家里面,把我一个人丢在KTV不管不顾,现在却又误会我跟男语。 刘诺,自从你跟于清背着我在一起,怎么变成了这样? 你原来从来不会这样的,对不起,我就是,我就是一时心急。 刘诺,我们好聚好散,让我搬出去吧。 让前男友心中抱有歉意和亏欠在分手,女方一定会成为她心中有遗憾的白月光。 刘诺帮我找了一间小公寓,上下两层,精装修,靠近地铁。 房租一个月五千二,我一边收拾着衣服,一边嘱咐刘诺,你的袜子在这个柜子第二格,夏天衣服在这个柜子里,冬天衣服我都给你取出来挂好了。 你的胃不好,胃药我给你放在床头第二个柜子里。 别总吃外卖,对身体不好,衣服记得要洗两遍,洗不干净,你的身上就会起小红疹。 说到这里,刘诺忽然从后紧紧抱住我,我感觉到后背有了一片失忆。 刘诺,我不在你身边,要好好照顾自己。 梁万,你怎么能这么好? 他的嗓音嘶哑,我给你预交了一年房租,我在你的卡下存了二十万块钱,你一个人住害怕了就给我打电话,照顾好自己。 谢谢你,刘诺,这三年我很开心。 我转身抱了抱他,他失声哭了出来。 他将我送到了公寓里,帮我收拾好了家具衣服后,红着眼离开了。 我抬手抹干眼泪,低头掏出手机查了查那张卡余额,果然多了二十万。 我摆好支架拍了个视频,正式宣布分手,并且爱特了刘诺。 三年,爱过你,我不后悔。 夜里是二点,我看到了他红着眼回应的视频。 我爱你,对不起,你太好了,是我混蛋,配不上你。 我打开清风洒洒的页面,他今天没有更新。 这段时间,我的粉没掉反掌,原因很简单,为了骂我恋爱脑田狗。 我看着这群人的评论讽刺笑笑,黑粉也是粉,黑红也是红。 我故意将刘诺跟我求婚时送我的钻戒挂在二手网站上,简介写着,三年的感情,我该放下了,有缘人请拍走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看到昨天夜里四点,一个叫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三的号拍了下来。 我认的这个号,刘诺的咸鱼小号,我伸了个懒腰。 刘诺这是愚情未了啊,深夜不睡关注我的社交账号,还真是犯贱。 咸鱼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三发来消息,我们在同城,明天中午在海商大厦见面交易吧。 刚才还想着怎么找借口接近南宇,试一下他是不是真得对自己有想法,这不机会就来了吗? 我截了个图,发给南宇。 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你明天有时间吗? 能不能陪我去一趟这里? 第一次线下交易,我有些忐忑。 隔了半个小时,他才回我微信。 明天几点? 我愉快地哼了两句歌,上午十点吧,早点去。 好,南宇没有拒绝,那就是有机会了。 我照着南宇会喜欢的风格打扮,带了一支流香酒的高体香氛手霜。 是柑橘和香草味。 不至于刺鼻,但举手投足之间都能散发散出香味,宛如体香。 我在商场门前等南宇,仰头却雾地在二楼咖啡厅玻璃前的位置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刘诺。 我顿了一下,洋装没有看到刘诺,拿出手机给南宇打了个电话。 你到了吗? 刚到地下车库,你在哪儿? 我在商场门口的大屏幕下面。 好,我去找你。 看见南宇出来,我朝他招手,而后小跑着到他面前。 买家一会儿才到,我们先随便逛逛等他吧。 我不时会侧眸瞄一眼身后,以刘诺那个占有欲的性子,肯定会跟过来的。 脚腕上的疼意越来越重,我站住身子,醋眉撕了一声。 今天故意穿了一双容易勒破脚腕的高跟鞋,就是为了等这一刻。 怎么了?脚腕破了,能不能扶我一下? 在休息的椅子上坐下,我脱下高跟鞋,而后有些为难的轻咬下唇, 随后将头发撩拨到另一边,将脆弱的脖梗露出给南宇。 不好意思,我去买个窗壳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赤脚踩在地上刚要走,就被他一把拉住。 地上粮,我去给你买,你在这里等会儿。 那麻烦你了。 我重新坐下,南宇离开后不久,刘诺果然出现了。 你怎么和南宇在一起? 你怎么在这里? 刘诺一把抓住我手腕,再次质问。 你为什么跟南宇在一起?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和谁在一起,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刘诺这样的人,但凡看到前女友过得舒服一些,他就会不舒服。 揪揪缠缠,竟然还俨然一副捉奸的样子。 梁娃,你TM竟然勾引我发小,你知不知道他是我发小? 刘诺你弄疼我了。 刘诺的手劲儿大,一把将我拽了起来,我猛地摔到他怀里,揪住他衣服。 刘诺你干什么? 我还没问你们俩干什么呢? 一个我的前女友,一个是我的发小,你们竟然背着我勾搭在一起约会。 刘诺,我们分手了,是你出轨,于卿不要我了,我也没和你闹过,放你走了。 你为什么还纠缠我? 还有,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在跟踪我? 为什么我去哪儿你都知道? 我一字一句质问着刘诺,刘诺刚想反驳,却一时想不出理由来。 他拍了钻戒,找借口来见我,心思可想而知。 心里有鬼,刘诺,你既然跟于卿在一起,就好好对于卿。 男语,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女人跟我撕脸是不是? 我们十多年的兄弟感情,你就要为了他跟我决裂是不是? 刘诺,是不是分手了就必须让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如果是,那你做到了,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认识的所有人联系了,也请你别再纠缠我了。 我挺直腰,从刘诺旁边和他擦肩而过,脚腕后的鞋已经干了上去,光着脚的话那点血迹显而易见。 不过,就是不知道男语会不会追上来,看着我这样狼狈,总该有些怜悯心的吧。 我数着步子,走了十步后停下,蹲下身子伸手付住伤口处,轻轻揉了揉,而后再次起身,扶住身旁的钢管撑住自己,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无声地抖动着肩膀,却又在压抑,垂眸继续要走,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股烟味刺鼻得很,但也告诉我,是男语。 确定了,男语对我果然有想法。 我回头猛地扑进他怀里,怎么办怎么办,我好激动,此刻我好想探出头去看看刘诺的表情,可惜我还得演好这场戏。 我背你去买双鞋吧。 好。 买完鞋,我给买家拨过去电话。 喂。 你好,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三先生,您现在到了吗? 对面停滞没有说话,我将通话声音按到最大。 喂。 先生,您还买吗? 半傻儿,就听对面咬牙切齿地喊了我的名字,凉弯。 我的手抖了一下,手机被男语接住,按了挂断键。 男语送我回家,我顺势邀请他上去坐坐,他顿了一下,目光如炬。 真的要我上去? 嗯,现在才七点,上去喝杯奶茶再走吧,我会以单纯诚恳的目光。 真的只是喝奶茶,我将现做的奶茶打包好,又从冰箱拿了一个做好的三明治,走出去递给他。 做好了,你回去路上趁热喝。 男语听到我这句话愣了一下,看着我真诚的笑意,他接过袋子,唇角却含了几分笑意。 那我走了,嗯嗯,回去路上小心。 我说着走到门口,打开门,男语见我打开了门,才从沙发上起身。 男语跨出门,我故意伴了自己一下,踉呛着撞在他的背上。 他回身,小心。 我仰头,刚好鼻尖擦过他的脸颊,与他四目相对。 我眨了眨眼,似乎一时没反应过来线下的情况。 男语垂眸,目光落在我的唇上,我轻轻抿唇,他克制住与我拉开距离,扶我站好。 我竟然分不清,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他的声音低沉,我猛猛啊了一声,就见他快速转身进了电梯。 我关上门,微微挑眉,当然是故意的,都不是什么纯情少男少女,也不是言情小说。 男女主都必须纯洁的过二十多年,连有钱男友女友,有过牵手接吻的经历都叫渣男渣女。 还都必须最优秀。 一个优秀还长得帅的男人,二三十岁还是个纯洁少男,也就是那些为了满足成天活在幻想里的未成年小女孩子才会有这种人设出现。 放在现实里,恐怕第一时间就是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了。 则,好多天没直播,开一次直播,粉丝们都替我义愤填膺。 知道你们替我鸣不平,但是并不希望你们去骂他们。 我和刘诺是和平分手,之后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希望大家能相信我。 而且,如果有人因为我遭受网报,我也会很不安的。 场面话做好,我便不再回应这件事。 点了PK匹配,另一边竟然是于青。 这下可真是场面大了。 我首先打招呼,嗨,于青双腿叠加,今天的妆容依旧是霸气中性。 他看了眼我,并没有理我,而是继续聊自己的。 我也关了对话,继续笑着跟粉丝聊天。 直到于青那边传来了刘诺的声音。 青青,见我的那件蓝色衬衣了吗? 扔了,明天我给你买件新的。 你扔了干什么? 怎么,不就是凉弯给你买的吗? 手都分了,还不舍得扔衣服。 凉弯凉弯,你能不能不提他? 应粉丝要求,我打开对话脉,关了音乐,安静地听着对面声音。 于青很要面子,即使是私底下能跟刘诺软, 但外面从不跟刘诺软,更别说他的人设就是又一又撒。 要是此刻软了,恐怕就要崩人设了。 于青摔门离开,没有拿手机。 刘诺出来看到在直播,还在跟我PK,顿时脸色有些尴尬。 我微微一笑,快追出去哄哄他吧,你扶个软他就不生气了。 说完,我挂了PK。 这话机玩刘诺还能追出去的话,那可真是太卑微了,毕竟有对比才有后悔。 我看对了一套房,首付还差几万块钱。 我跟公司打招呼,要多给我些工作量,连着一个月都忙得脚不沾地,饭也吃得不规律。 低血压很容易晕,我脸色苍白地坐在椅子上缓着头晕,刘诺的声音就出现在了我的头顶。 你低血压饭了? 我睁开眼,你怎么来公司了? 我来解约,于青跟我闹了半个月,让我解约签他那个直播公司。 他的公司捧单脚,对粉丝五十万以下的主播都不是很友好,而且你签过去还得付一笔违约金。 没记错的话你还有半年就合约到期了,三十万违约金跟半年,怎么想也是半年后合约到期划算。 你和于青好好商量一下,没必要丢了芝麻捡西瓜。 而且,于青那个公司打造网红就是流水线,于青的风格火了之后他公司旗下的网红被迫都改成他的风格,结果都改得不伦不类。 刘诺,你应该好好为自己考虑一下。 我说完,就见刘诺心思沉重地吐了口气,伸手握我的手。 他要是像你一样为我考虑就好了。 我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替你想了一下而已,我希望你过得好。 你和南宇,我和他已经一个月没联系了。 刘诺,我没朋友了。 我说完缓缓站起身,继续去拍广告视频。 拍摄广告期间,我感觉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 失去意识前,我听到刘诺呼喊我的声音。 弯弯,弯弯你醒醒。 刘诺在医院照顾了我一夜,第二日醒来,刘诺给我买好了早点。 我不解约了,那挺好。 我想和于青分手,我发现我还是忘不了你。 看见你和南宇在一起,我就会失控地吃醋。 看见你晕倒,我的心一直跳个不停,满心都是担心你。 你也没有忘了我是不是? 你还是在关心我,你还是在为了我考虑对不对? 刘诺忽然握住我的手,深情看着我。 我抽出手,垂眸躲开他的视线。 刘诺,我没办法原谅你,我会早点忘记你, 也希望你能好好对待于青。 所以,我为什么就被于青捂住了眼睛,竟然扔下了你。 这种话还是少说,要是被于青听到了,你们又要吵架了。 刘诺见我无动于衷,便换了话题。 你总是低血压,就不能劳累,这一个月怎么接了那么多活。 看对了一套房子,还差几万块钱,就想多接点活,赶紧凑一凑。 还差多少,我拿给你。 不用了,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十万块钱,他打了备注,注意身体。 刘诺的手机响了,他挂了电话,我试试开口。 你回去吧,于青其实挺好的,好好珍惜他。 可你一个人,刘诺凝视了我许久,掏出手机给南语打了电话,让南语来接我。 其实南语挺好的,我跟他处了这么多年兄弟,我知道他。 我掀开被子,起身轻轻抱了抱他。 谢谢你,其实你也很好,要不是于青,我甚至都以为我们能走向婚姻。 不过分了手,又不是不能做朋友,至少我们不应该那么剑拔弩张。 刘诺,回去吧。 都说既然分手,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但如果前任有用,那不用白不用。 再说,能让前任不计前嫌,心甘情愿地为我付出,那也是我的本事。 南语进来病房,我抬手跟他打招呼。 好久不见,刘诺呢? 南语环视了病房一圈。 他走了,给你打完电话就走了。 那走吧,我送你回家。 南语把我送回了家,我给他做了杯奶茶,没有打包。 你先喝,我去收拾一下自己。 去卫生间洗漱碗,抹香香坐在南语旁边,脱塞看着他。 看我做什么? 他喝了口奶茶,疑惑看我。 你好看。 我弯了毛子,他抬手揉了揉我头,衣服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我微微一顿,有人比我杰足先登了。 抬手按住南语的手,把奶茶从他手中抢走,放在茶几上,轻身将他按在沙发上。 你有女朋友了? 没有,他否认,另一只手还上我的腰。 你身上有香水味儿。 我贴近他脖梗清秀,鼻尖有意无意,触过他颈尖。 前女友来求复合了,我没答应。 南语一把将我按住,勒着我的腰,不让我再动。 我动不了了。 我软了嗓音,南语仍没放开我。 困了,昨天四点多才睡,一直又被刘诺电话打醒。 则,不会是温香软玉在怀,劳累了前半夜才睡吧。 我想推开他,虽然不介意我的目标,有人追有人,求复合。 但我介意他刚和别的女人在床上睡过。 我又不是刘诺。 南语抬手轻轻拍了下我屁股,而后将我抱起放在床上。 陪我睡会儿,睡醒了跟你解释。 南语睡醒已经是下午,我也睡了午觉。 迷糊间掘着唇上有人亲吻,还故意咬了我脸颊。 南语,昨天他来我家赖着不走,我把你的照片设成平保,才劝退他。 说什么鬼话? 我潜意识觉着他在说鬼话骗人,他却滴滴笑出声。 你比他身材好,我不选你,岂不是亏了? 这话倒是真的。 我清醒了,无奈看他。 你要是和前女友没断干净,那我就不追你了。 你倒是双标。 南语只留诺,我舔了舔下唇。 你比他强,这确实是。 南语低头吻上我唇,我闭着眼回应享受,他越发放肆起来。 我按住他手,拒绝了。 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故意勾引我好几回,就为了这样。 他嗓音低沉,似乎也在勾引我。 拒绝约辟,从我做起。 我从他身下钻出去,朝他眨了眨眼。 手段倒是多。 南语瞧我一眼,将裤带扣好。 哼,我轻哼一声,不致否认。 什么时候和刘诺断干净? 现在就可以。 我拿起手机,扇了刘诺所有联系方式, 而后递给南语手机。 南语也打开手机,扇了前女友所有联系方式, 而后将手机递给我。 里面女的你看着扇,别把我妈扇了就行。 我没这爱好,你自己扇吧。 我把手机递回去。 只要你想加,我删十次百次你也有办法加回来。 你倒是清醒。 南语打开我支付宝,看到刘诺给我的一些转账信息。 把你的手段收一收,刘诺那小子记仇, 万一以后跟你要得不偿失。 我拿回手机,躺他大腿上, 给刘诺转回去三万块钱, 然后删了刘诺。 南语很满意我的态度,低头亲了口我。 乖。 他拿走我手机,打开相机自拍了一张, 发到平台空间配文官宣。 我好笑瞧他。 你比刘诺还喜欢掌控人。 南语大掌将我拽起来, 你心机太重, 让你掌握主动权, 怕你坑我。 这话可不中听。 我哼了一声, 我心机重, 那你还找我做什么? 刺激。 我看着他一本正经地说骚话, 轻笑一声逗他。 你好骚啊, 给你胆子了。 屁股被打了一巴掌。 直播时, 我让南语露了脸, 正是官宣了新恋情。 刘诺也出现在了直播间里, 我看到了他的号, 而后微微一笑。 其实, 我能和南语在一起, 也多亏刘诺帮我们牵线。 弹幕飞快刷着桂圈真乱, 我靠在南语怀中 一副幸福的样子。 三个月后, 刘诺和于清分手了, 在平台举办的年会上, 于清当着众人的面 泼了刘诺一身酒, 骂他渣男。 分手还对前女友恋恋不忘。 我站在人群中看热闹, 于清的目光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心中大感不好, 暗暗骂了于清一句女疯子, 转身就要离开, 就听于清大声冲着我说道。 梁湾, 你男朋友知道你分了手 还接受前男友给的转账吗? 绿茶表形容你茶都嫌你比他绿,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三个月前刘诺在医院照顾了你一晚上。 如果你做不好一个合格的前任, 那就我教你怎么做。 于清咄咄逼人的样子, 让全场目光都聚集到了我的身上。 我轻轻叹了口气, 转身看向于清, 语气柔和。 于清, 我们的私事不应该拿到这种场合来说, 不要闹得大家都不好看。 不好看? 呵, 你是心虚了吧? 我最烦你天天装着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 一遇到什么事就枯装柔弱。 我是抢了你男朋友, 但我花的钱都是干干净净自己挣的, 从没有花过留诺一分钱, 你呢? 你就是个只会依附男人的绿茶表而已, 离了男人就活不了。 于清的话越说越难听, 我也脸色有些不太好, 微微挑眉。 这是大家难得一次的年度聚集, 并不适合来解决私事。 如果你非要胡搅蛮缠, 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我纠缠, 那我们就出去说, 把这里留给大家继续热闹。 于清, 你最好分分场合。 我说完走出了宴会厅, 于清也跟着往出走。 刘诺上来拦于清, 却被于清抬手扇了一巴掌, 刘诺也急了, 抬手打了回去。 你看看人家凉弯时大体的样子, 再看看你。 于清, 我们不合适, 分手吧。 你也别总纠缠凉弯, 那些转账是我自愿给的凉弯, 再说我们还没结婚, 那是我的钱, 我爱怎么花怎么花,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给南宇打了电话, 南宇赶到的时候, 于清红灼眼走了出来, 走到我面前, 杨手就要打我, 却被我接住扇了回去。 我声音小, 却字字诛心, 你的大女主人设也该醒醒了, 人设立的时间长了, 你当真就以为你就是又一又撒, 动不动就能随便打脸别人。 你的钱干干净净, 刚入行时, 公司男同事帮你天天撩榜一二三股钱, 你敢说是干干净净, 有了钱之后, 赚了风格, 就以为能把之前的黑历史全都抹掉。 你的人设都是公司和大众市场为你塑造的, 真正的你做事不看场合, 以自我为中心, 就像个泼妇一样。 你以为就你独一支, 不靠男人自立自强养活自己。 我们做的都是同一份工作, 谁不是在努力养活自己。 刘诺给我转账, 是他自愿, 他对我念念不忘, 那也是我的本事。 你既然自立自强, 那你当初抢走他干什么? 请问插足抢别人男朋友, 能彰显你哪方面的自立自强? 天天发一些女孩子, 就该独立自主, 独自美丽一辈子, 让男人什么用都没有的视频, 你是靠这些成为了百万视频博主。 怎么? 很骄傲吗? 带动鄙视链, 鄙视这个鄙视那个, 说我装柔弱爱哭。 我性格就是这样, 你刚才几句话你以为你在打我脸, 实际上你最好进去看看你到底得罪了多少女同行。 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在那么多人面前撕, 是我懦弱。 实际上, 你在众人眼中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 上蹿下跳, 像个猴子一样撕脚。 于青, 你最好清醒清醒, 这个世界上, 大家谁不是为了生活在独立自强? 就都必须像你一样, 就是真的独立自强。 像机器一样的模子打出来, 排排力在哪儿, 不觉着好笑吗? 我不觉着我有多好, 但你是真的垃圾。 我不不紧逼, 于青看着我凶狠的样子,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弯弯, 走了。 南宇的声音出现在身后, 我转身走到他身边, 环抱着他胳膊吐槽。 气死我了, 扑, 你都把他凶得说不出话了, 你还生气。 我嘟了嘟嘴, 就是讨厌他, 不喜欢他的三观, 我就喜欢有男朋友陪着我。 南宇牵着我的手, 全世界要是就剩下他和刘诺, 我会选刘诺。 我好笑瞥他一眼, 刘诺没我有心机, 追不到你。 那我追他? 我突然怀疑你, 接近我是为了他。 那你猜对了? 我被气得原地跺了跺脚, 那你去追他去吧。 说完我甩开他手, 故作气冲冲往前走去。 南宇追上来, 将我一把抱起来, 我惊慌环抱住他脖梗。 刘诺的醋你也吃, 我还没吃你之前吊着刘诺的醋呢。 只要我先吃醋, 你就没道理吃醋了。 我勾着他脖子, 笑得肆意, 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爱情, 不管是职场还是友谊, 使点心机又如何。 只要不是害人, 心机就会变成另一个包义词, 高情商。